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武汉的楚河汉街 它这条街是武汉乃至全国都是非常出名的一条普通街 我们在这条街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民国建筑 全都这种红砖还有青砖 所以来到这条街头前也是非常非常多 我们在这里前面两旁都是看到这种民族风格的建筑 它这条街也是连接沙湖还有东湖 它旁边因为这个楚河,所以也叫楚河汉街 它这里还有这个王昭军的这个塑像 王昭军也就是昭军出赛的王昭军 它这里整条街的这些店铺的造型都非常独特 而且它这个商业内容也是非常丰富 我们在两旁可以看到是有很多品牌 我们现在是在汉街的另一端这里 它前面有一个示牌坊,下面是汉街 这里也就是屈原广场 这里就是屈原的树像 从这里进去的就是汉街 这屈原它就是当时春雍战国楚国的屈原 它这个广场旁边有一个桥叫放音桥 它这个桥设计也是非常漂亮 好,现在我们开始再把这个汉街去走一走 它这里是杜沙富林辣像馆 它这里是一个免费开放 但是需要预约 所以人非常多,我们现在是没有预约上 它那个辣像馆一般当天是非常难预约 我们在这个布林街上水行走 它两旁这个店类型的种类是非常多 一般的布林街在两旁都是以卖衣服为主 它的两旁有卖手机 还有卖这些卖吃的 还有卖玩具的也是非常多 而且它这个布林街也是非常有看头 因为我特别喜欢它这里的建筑 前面这桥建造的也非常有特点 然而这布林街要穿过它的桥底 它下面是设置了很多的灯光 它这里也是很多人来储核汉街 必须拍照打卡一个地方 非常非常漂亮 走在下面像这个星空一样 我们来走一下 因为这个是白天的 如果是在晚上它整理效果会更加好 然后两旁都是一些店铺 哇,非常的好 因为每天都在说话 我都嗓的是有点哑 我们再往前面走的也是一些民国式的建筑 但是风格也是发生变化 它这种建筑造型的特别是像当时民国时期的公馆 一些达官贵人所居住的地方 然而那些青砖也是特别的文艺 青砖和红砖 现在这里不是一个人用量特别大的一个点 但是人用量还是挺多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两旁店铺 还有它整体都会给人一种非常温馨 一个小质的感觉 它这里红砖设置建筑也是做得非常漂亮 上面有这个阳台 然后我们走在这里也是仿佛穿越到民国一样 武汉的一些不停间和一些经典的 给人感觉都是非常大 然而它这里一些 因为它的建筑还有它独特的风格 它这里也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业界 这里是有一戏台 上面写的是汉街大戏台 在汉街一旁就是楚河 在楚河一旁就是非常高档的居民区 然而它整个的一片就是非常成熟的商业圈 从这里上去就是万达广场 这里是在这里又看到这红砖石的建筑 非常非常的文艺 现在我们是又往前面走 这里人也是越来越多 它这里年轻的呢是特别多 再往前面走呢 看到了我们之前所走过的那种登串 现在我们是来到这里面 在它两旁呢都是一些卖美食的地方 它这里店铺的生意呢都是非常好 我们看到每家店铺呢都排了很长很长队 刚才走过那里呢 那里有一家卖这个无音机的店 我进去看来看 还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一个广场 它这里呢是有这个礼石金雕塑 然后我们从这里看这处建筑呢也是非常特别 再往前面走呢 它这里有很多摆摆的地方 再往前面走就是太极广场 那我们这个整条的焊接就已经完整的走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呢是有很多灯串 如果是在天黑的时候呢 这所有店铺 还有上空全部亮起灯来 整个的焊接配上这个古典的风格 非常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走的全国非常著名的武汉的楚河焊接 那我们这个视频像这样 下个地方见 再见